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伊梦黄良 播讲 欢迎空 第317章 庆祝 方正不知道 他这一巴掌下去 直接将自己变成了渣渣僧人了 若是知道 估计多半是无奈吧 领队的贺明一愣 道 雷村长 你们村子里还有和尚 这位法师是今天才到的 和你们是脚前脚后吧 雷村长道 方正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贫僧依止似方正 见过这个朱朱伟施主 这是贫僧的弟子 静心 顺带着介绍了一下红孩儿 女子文言一愣 刚刚只顾着不让方正打孩子了 仔细一看 果然 这孩子很陌生 不是村子里的 不过女子还是一嘴嘟闹道 就算 就算 就算是你的徒弟 你也不能出手打人吧 揍死揍死 那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红孩儿看到有人撑腰了 立刻就跟着叫道 方正没好气的 白了红孩儿一眼 道 贫僧这徒弟 顽劣成性 若不严加管教 得了吧 你猜多大呀 还玩土 不管怎么样 现在的孩子都早说 懂的东西很多 打骂只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尤其是成长 万一打坏了怎么办 有什么事 不能坐下来讲道理吗 还有啊 女子如同倒豆子一般 嘚不得嘚不得说了一大堆 又差给方正现场来的一台来历堂 亲自教育课了 方正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这女子 她一直以为自己就够能说的了 但是和这女子一比啊 她终于明白 二百五十只鸭子的胃了 那真可怕呀 红孩儿也傻眼了 本以为逃出了方正的魔爪 不过这画风似乎有点不得劲啊 不过想想反正也是啊 红孩儿果断决定了 暂时投靠这个靠嘴巴说话多的女子吧 至少应该能自由一点吧 方正也不管红孩儿 反正他横手都跑不掉 只要不惹事 方正懒得拉抬他说叫你 而且呀 方正有一种感觉 红孩儿又要倒霉了 这位法师啊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领队的贺明好奇的走过来问道 方正苦笑道 贫僧一路苦行 稀里糊涂的就走到这里来了 倒是诸位施主的行为啊 让贫僧自愧不如 你们是真的大善呢 哈哈 法师啊 您这话说的又客气了 我们就是一帮大闲人 闲着没事嘛 有空闲就帮大家帮一把 对了 村长 咱们赶紧卸车吧 这马呀 多休息一下 明天还得回去呢 贺明叫道 雷村长笑了一声 硬了 硬了像话吗 雷村长笑着硬了一声 带着人将水抬了下来 然后现场分发 每家多少 他早就定了 马也带进村子里 专门的场所喂养去了 雷村长感激不已 哎 这几匹马呀 是我们村子里的大功臣 村子里的水呀 都指望他们拉车呢 这一来一去的 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贺明跟着点头笑道 嗯 是啊 这两匹老马可是大功臣呢 以后你们可得给他们养老啊 雷村长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那是肯定 说话间 水已经分完了 随后一个个志愿者笑呵呵的跟着村民们走了 方正好奇的问道 他们这是去哪儿啊 来的四十多了 大家都在村子里有比较好的朋友 晚上一般都会住在对方的朋友角 贺明解释道 雷村长道 行了 大家也别再处置了 走吧 老规矩 准备开饭了 方正愕然 还要开饭 红孩眼睛一亮 问道 有肉吗 雷村长愣住了 肉 方正抬手就要给红孩一个暴力 结果那个女子啊 赶紧把红孩抱到了一边 怒道 你这和尚 怎么一句不说 那就要动手啊 刚刚不是和你说明白了吗 作为一个和尚 难道你不应该 方正立刻举手投降 阿弥陀佛 雷师主 幼徒年少无知 其莫当真 出家人岂能吃肉啊 女子抢先道 出家人不能吃肉 可是这孩子还没落发呢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出家吧 吃两口肉还不行吗 孩子现在瞎小呢 还在长身体呢 方正两眼一翻 他对这个女人彻底无语了 这管理也太宽了吧 贺民赶紧道 呃 姚雨昕啊 那是法师的弟子 怎么教那是法师的事情 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结果人家姚雨昕啊 根本就不埋账 一仰头道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法师 你说对不对 红孩一脸见兮兮的笑着 这么久了 总算遇到一个能降助这贼兔的人了 他决定了 他就要跟这个女施主混了 至少不挨欺负啊 方正撇了一眼 红孩儿 微微摇头道 呃 女施主 出家人不能吃肉 这种话 以后切勿再说 至于他呀 你喜欢教育 那就教育吧 贫僧也不管 雷村长见现场气氛不大好 赶紧岔开道 呃 好了好了 大家都少说两句 走吧 一会儿庆祝 晚会就要开始了 于是乎 一行人进了村子 走了一会儿 来到了村子中间 果然有一个石子交叉口 这里地势平坦 而且很宽 中间已经放好了一些柴花 有志愿者和村民们在那里忙活着 方正等人全来 就听到啊 一阵鸡飞狗跳的声音 然后几个老奶奶高高兴兴的踢着两只鸡走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贺鸣赶紧跑过去 叫道 哎 大神 大神 哎 别别别别别 千万别杀鸡 咱们可是说好了 点火把 玩玩就行 你这要是杀了鸡 那以后我们可就不敢来了 哎呀 贺队长 你们千辛万苦给俺们送活命的水 我们杀两只鸡给你们补补身子砸了 我们这里是穷 但是我们再穷两只鸡还是能拿得出来的 放心吧 这不是蛋鸡 这鸡呀 几个月前是专门给你们养的 你看看 可肥了 老太太笑呵呵的道 看贺鸣 还有姚雨昕的眼神 就跟自家的孩子似的 充满了慈祥和喜爱 那份掏心窝子对你好的感觉 不用说呀 一眼就能看出来 贺鸣哪肯要啊 连连摇头道 哎 大神啊 您这说的让我们很没难呢 送水过来 那是我们自愿的 您看呢 这篝火都准备好了 大家唱唱歌聊聊天 不是挺好的吗 我跟你说呀 我们特意带来了一个放映机 这次可以给大家放电影 啊 那就更好了 那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给炖上了 老太太教道 本集播讲完毕